海城温家 沈军玉站在温家的大门前 看着眼前的别墅 迟迟没有进去 温喜瑶细血地看着她 沈军玉 你该不会是害怕吧 我害怕什么呀 温喜瑶耸牵 你说不害怕 那就不害怕咯 因为知道今天沈军玉会来 所以温禀川和温母并没有出门 而是在家里等着温喜瑶和沈军玉过来 温喜瑶和沈军玉进来的时候 一家人正坐在客厅里闲聊 听到门口传来了动静 果然就是温喜瑶和沈军玉 爸 妈 大哥 我回来了 温喜瑶见到父母 立刻扑了过去 就连沈军玉都给忘了 看着温喜瑶在父母身边撒娇的样子 沈军玉神情眼睛里都是笑意 请了 有多大的人了 还撒娇 让军玉看笑话了 温禀川拍拍女儿的肩膀 后半句话是对沈军玉说的 军玉 别站着 快坐 温母招呼着沈军玉 他们刚刚已经打量过了沈军玉 对沈军玉的外貌 那是相当满意 沈军玉在温思汉的旁边坐了下来 正对着温家父母 温喜瑶冲着沈军玉眨了眨眼 将头靠在温母的肩膀上 爸妈 我男朋友帅气吧 我跟你们说啊 我可喜欢他了 你们可不能欺负他 尤其是大哥 温母好笑的瞪了他一眼 车都还没嫁过去呢 就帮人家说话了 难怪老话说女生外向 军玉 让你见笑了 我这个妹妹有时候有点儿 温思汉温声开口 舍得温喜瑶一顿白眼 你二 你圈子 不 你个二货 沈军玉面上一直挂着笑意 跟他平时里的礼貌温和不同 这个笑容是真诚的 温柔的 温思汉和温炳川 在跟沈军玉聊天 聊天的内容很广泛 越是聊天 温炳川和温思汉眼底的满意之色 就越浓了 尤其是温思汉 和沈军玉聊得月头鸡 简直是相见很晚 妈 怎么样 我的眼光不错吧 温喜瑶低声地 在温母耳边说道 温母笑着点点头 跟女儿低许 是 我女儿的眼光自然是错不了的 温喜瑶眼睛里闪过笑意 到了饭点 温家自然是要留沈军玉吃饭的 这边正在吃饭 那边杜楠得知今天温喜瑶回来了 兴冲冲地开车来到了温家 喜瑶 我听说你回来了 还没进门呢 就听见杜楠逾越的声音 只是当杜楠看到坐在温喜瑶身边的男人时 她的眼神猛地沉了下来 喜瑶 你回来了 温喜瑶淡淡地嗡了一声 对于看见杜楠 脸上没有丝毫高兴的表情 杜楠的视线落在了沈军玉的身上 啊 这是我的男朋友沈军玉 温喜瑶抢先开口 似乎是还嫌刺激不够 加了一句 我这次回来就是来带她见家长的 杜楠脸上的笑意维持不住了 淡了下来 强笑开口 温叔叔 温阿姨 西瑶有了男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啊 温母心底暗暗叹息 无奈地看了一眼温西瑶 这孩子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呢 你明知道杜楠对你有感情 你刺激他干什么呀 但是对杜楠此刻的表现却也不是满意 心里有些明白了 为何杜楠对温西瑶那么好 温西瑶依旧不喜欢她 军玉和西瑶交往有几个月了 上次跟你母亲聊天还说起这事 大概是你母亲忘记跟你说了吧 说着看向了沈军玉 军玉 这是杜家的杜楠 跟我们家西瑶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沈军玉自然是认识杜楠的 毕竟第一次见到温西瑶的时候 这个男人就纠缠他 沈军玉的脸上保持着微笑 站起来伸出手 你好 我是沈军玉 杜楠没有伸手 而是紧紧的盯着沈军玉 没有说话 温思汉暗暗摇头 杜楠的这个表现就显得非常小气 这样一对比 沈军玉则是显得优秀多了 沈军玉见杜楠没有跟他握手的意思 淡定地收回手 神情没有丝毫地尴尬 坐了回去 杜楠绝对没有想到 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动作 温家的几个人 对他的印象大大降低 反而是沈军玉的好感度 又上升了一层 杜楠没有离开 而是坐了下来 但是客厅里的气氛 却没有了刚刚的和谐 杜楠时不时地找沈军玉说话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杜楠话语中的不客气 温思汉见状多次想要发作 却被沈军玉的眼神安慰了回去 在沈军玉的眼中 杜楠这种行为堪称幼稚 他应对起来是毫无压力 杜楠看着沈军玉 眼睛里已经快要喷火了 尤其是看到温西瑶 总是帮沈军玉说话的时候 恨不得冲上去给沈军玉两拳 所以说话是越来越阴阳怪气 但是就忘了这是在温家 温家父母还坐在这里 看着他这个样子 温炳川的眼睛里的笑意 渐渐消失 他歉意地看着沈军玉 沈军玉微微一笑 并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杜楠 上次公司的合作案 我想起有点地方还有待商举 你跟我一起去公司看看吧 已经注意到 自己父亲神色的改变 为了避免杜楠继续作死 温思汉开口 杜楠并不想离开这里 但是奈何温思汉 一定要带他走 最后杜楠还是被温思汉带走了 沈军玉趁着温家父母不注意 四笑非笑地看了一眼温思汉 温思汉回了他一个甜美的笑容 沈军玉在海城待了两天 然后就跟温思汉一起回了京城 半个月之后 温家父母进京 跟沈家父母正式见面 本来应该是沈家去海城的 但是温炳川 考虑到沈老爷子的年纪 和妻子商量之后 决定还是他们俩来京城比较好 沈川 我们也很多年不见了吧 沈谦看到温炳川 倒是很开心 温炳川爽朗一笑 是啊 传言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老了 孩子们都长大了 沈谦见到以前的笑容 自然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而关于温西瑶和沈军玉的婚事 两家人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经过商定 决定呀 这个月底订婚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准备 虽然时间仓促了一点 但是 只是订婚 倒是没有什么大碍 唯一的儿子要订婚了 而且 时间还这么紧张 楚云荣 顿时就忙了起来 很多东西 都要现在准备 温家和沈家 都不是普通人家 即便只是一个订婚 那也是马虎不得的 楚云荣一个人 又要准备沈清兰的婚事 又要准备沈军玉的订婚宴 自然是忙不过来 所以 沈清兰这个当事人之一的 新闲日子 也总算是彻底结束了 清兰 你觉得这个杯子怎么样 楚云荣拿起一个酒杯 问沈清兰 沈清兰抬头 看了一眼 又看了一眼其他杯子 拿起另外一个 递给了楚云荣 嗯 还是这个吧 楚云荣仔细对比了一下 点点头 还是你的眼光好 就这个吧 你大哥跟喜瑶的订婚宴 来的人虽然不多 但东西还是要准备集权的 先来三百个吧 妈 这只是一个订婚宴 发出去的请柬 才五十份 就是再多 也不需要三百个杯子吧 而且 这些酒杯 基本就只用一次 真的不需要买那么多 沈军逸和温喜瑶的订婚宴 两家商量过后 不打算大营宾客 就只是打算请家里走得近的亲朋好友来 见证一下 因为温喜瑶 目前也在京城工作 所以订婚宴的地点 就在沈军逸两年前买的一套别墅里 那套别墅 今年年初 沈军逸刚刚重新装修过 地方很大 用来举办订婚宴 倒是很不错 楚云荣想了想 那就买一百五十个 沈清兰点点头 楚云荣付了钱 然后又留了地址 就拉着沈清兰 奔往了下一家店 楚云荣 正在床上用品店里 看着床单 沈清兰坐在一边等着她 她已经陪着楚云荣 逛了好几天了 跟楚云荣的兴致勃勃不同 她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只觉得是审美疲劳了 清兰 这个床单不错 用在你的心房里正合适 楚云荣手里拿着一条床单 征询沈清兰的意见 沈清兰手柔眉心 看着那大红的颜色 倒嘴边的很不错三个字 怎么也吐不出来 妈 换个颜色吧 她旁边那一套青色的不错 不行 那套太素了 这是给你结婚用的 颜色呀 一定要喜庆 说着 也不管沈清兰喜不喜欢 直接让店员 将东西包起来 然后楚云荣 手一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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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这几个都给我包起来 然后送到这个地址 沈清兰无语地 看着楚云荣 大扫荡一切 妈 我们找个地方 休息一会儿吧 看着楚云荣 逛街是越逛越来劲儿的架势 沈清兰说道 楚云荣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买呢 你哥的 你的 这么一算 楚云荣越发觉得 时间不够了 沈清兰一把拉住了她 妈妈妈 我累了 楚云荣 见她神情 确实有些疲惫 点点头 好吧 那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只是 沈清兰和楚云荣 还没找到店 就遇到了一个熟人 沈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秦颜微笑着 跟沈清兰打招呼 沈清兰 眸光轻闪 似乎最近 自己碰到秦颜的概率 有点高呢 初开这一次 这个月 已经是第二次 遇见秦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